据媒体报道,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,在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表示,在俄中两国领导人的努力下,俄中关系达到一个新的,史无前例的高水平,并成为保障和平和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。 对戴中俄关系,邵伊古用到了史无前例,评价非常高。俄罗斯总统普京,此前在接受人民日报独家专访时则表示,毫不夸张地说,我们两国关系迎来了历史最好时期的纪念时刻,这是过去三十年来艰苦而成功工作的结果。 俄中关系前面正常化,并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,解决了包括边界问题在内所有敏感问题。 显然,普京用的是历史最好,不得不说。俄罗斯方面对中俄关系的评价,非常友好。 回首中俄关系发展历史,虽然有过不快、举语,但最终走上了快车道,并成功塑造了一种大国间国际关系的典范。 这首先取决于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,其次则取决于中俄作为世界性大国本身所具备的胸怀。 单单从俄罗斯方面总统和部长的表态,就不难看出中俄关系足够友好。 事实上,中国方面对此也非常认可。 多次高度评价中俄关系,别的暂且不说。 中俄友好关系,至少有利于中俄两国的政治经济利益。 同时,有助于反对霸权主义,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。 作为大国,这也是中俄里所应当的努力方向。 单单以博弈论、对抗论来看待这个世界,自然是过时的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,不同的国家看法的确不同。 在主要大国之间,同样存在分歧。 而回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国际问题,中俄往往能够保持一致。 这非常重要,也是一种价值观的接近。 当然,和而不同也是很好的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、民族和文化。 只要是以合作而非对抗为主流的大国关系,都是值得提倡的。 在这个问题上,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做得不好。 非常霸道蛮横。 动辄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,找茬挑衅,围堵恶制,甚至是城壁管辖,经济制裁。 对于中俄关系,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,还将以稳定有耗为主。 随住时间的发展,可能会发生变化。 譬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师米尔斯海默就预测,随住中国的发展壮大。 周边主要国家,包括俄罗斯、印度和日本,将合力应对。 但这种预测,只是一家之言,且太过遥远。 因此,更应该珍惜当下。 或许,约克夫奈的相互依赖理论,才能更好地解释中俄乃至中美关系的未来。 客观而言,中俄当前的确有不少需要相互帮助的地方。 而这也为中俄战略合作,打下了坚实基础。 而单边主义的为所欲为,只会让这种合作更加牢固。 无论如何,就在当下,为中俄关系唱唱赞歌,都是不过分的。 俄罗斯在能源、装备等诸多方面,也给中国提供了不少帮助。 中国则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,可以支援俄罗斯。 互利共赢,是主流,也应该被支援。 无疑,中俄关系正空前友好,而这是其他任何大国,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,所暂时难以取代的。 对此,也应该充分认识到。